高波哲隔了六天第一次 出現在大眾的媒體 好久沒有看到他 沒想到他被戒體的時候 他穿了一身的球衣 他底下穿的是藍白托 大家仔細看他一出來的時候 眼睛其實有看向媒體 是不是要關心 到底還有多少媒體 有在守候他 他是不是還有 受到大家的一個矚目 他神情看起來不錯 昨天省慶經來的時候 進去的時候坐如椅 被問完的時候 居然是用走的上去 這也非常離奇 那阿伯有人講說 你看現在省慶經 進去坐如椅 菸菸一席 看起來體力不是很好 出來用走的 這也是一個很奇葩的狀況 但是阿伯至少今天進去出來 感覺就是如常 只是有人說 他上半身穿黃色的 下半部腳踏藍白 什麼意思 藍白盒幸福一身 偏偏要黃珊珊穿上身 很多網友就討論這個衣服 還有人講說民進黨還酸他 阿伯你黃袍加身 當然也有很多人說 阿伯這樣看起來好落寞 那記者就隔了很遠的距離 主席你到底有沒有收 一千五百萬 你看到柯P的眼神 就是看著媒體 那我在想說他是不是有在數 是不是還媒體來幾家 到底還有多少人 關注他的一個狀況 當然現在也看到 現在好像不是檢方 在跟柯文哲辦案 好像是周刊在跟柯文哲在辦案 周刊有很多很多的爆料 他說現在有威京集團的帳策曝光了 沈靜清論功行賞 他總共編了兩次的公關費用 兩次加起來是四億多 四億三千多萬元 這個公關費相當的驚人 一個對比他接下來可能百億 兩百億的這些獲利 他其實花了不少錢 那現在有一個時間點 2022年10月金華城 860%的容積率 到底是840還是860 就是反正800多%的容積率 獲得通過 就有一個帳策 裡面有前台北市長黃大洲 給他兩百萬 金華城的董事長陳育坤 還有包括他們協力等人 工作人員 各有450萬 200萬 更50萬的這些金額 那因為他在2022年的10月 有一個時間點 就大家一直討論USB裡面 寫到柯文哲有1500審慶金小審 這個時間點是2022的11月1號 時間非常非常的接近 所以他們就認為說 看起來應該1500就是金流 再加上這幾天大家有鐵證 說當天下午柯文哲 其實是在見里長 所以應該不是見審慶金 更強化了說1500 真的就是1500萬 那黃大洲這一個角色 其實早在2015年的時候 黃大洲就被柯文哲 當成是市政顧問 那2016年監察院的監察委員 劉德勳特別去提邱證 然後去做調查 幫金華城得到更大的趴數 當時他問的一個人 他徵詢的對象就包括了黃大洲 那黃大洲退休之後 又去當金華城的董事 所以很多人說 那黃大洲到底扮演 什麼樣關鍵的角色 但我要講 周一扣難得講了一個 我覺得特別有道理的 他說既然黃大洲遠在2015年 就開始當市政顧問了 他的影響力應該2015年 就開始發揮了 可是大家仔細看 包括從陳水扁 馬英九 乃至於到郝龍斌 都是認為560%是不可行的 阿伯 柯文哲第一任 也覺得560是不行的 他身邊的副市長 還有包括林周明都說 這樣會違法 唯一的變化出現在 阿伯 柯文哲的第二任 當黃珊珊當副市長之後 一切就起了變化 所以周一扣問 這麼多人都刷他境界了 黃珊珊呢 他黃大洲的妻子 有特別出來講說 我們從來不會拿這樣的錢 就要請教兵哥 你怎麼看阿伯今天亮相 他整個狀況 以及我們周一扣說 黃珊珊勒 你怎麼看 今天會提訓 當然是看到外面 小草人數沒那麼多了 衝突應該不至於擴大 所以就不需要救訓 直接提訓就好了 就比較不容易會有一些奇怪 突發事件出現 那那個沈慶珊 本來推流影機去 然後走得出來 這代表什麼 訊問完之後 精神狀況大好 所以變成污點證人嗎 檢方給他保證 要給你好的待遇 這不知道啊 因為其實如果 就算沈慶珊成為污點證人 黃珊兄 你的表情有鬼 所以是答應他好康嗎 以這麼有錢的人 是最容易被檢方撤動的 這是有可能 因為他精神 為什麼一個老人家精神 突然變好很奇怪 而且他的順序 是先問了沈慶珊 沈慶珊從沒精神 變成有精神 今天變成柯文哲 可是柯文哲 也被問了三個半小時 你們覺得問得出東西來嗎 我覺得恐怕很難 因為柯文哲的訴訟策略很明顯 就是能夠說不知道就說不知道 除非你很明確的示證之後 我再承認就是這樣子而已 所以我覺得雖然柯文哲有說 他會全力配合檢方辦案 但是這個配合到底是真的還假的 我們就不曉得了 可是我譬如說最近媒體 爆了這些料 其實很奇怪 比如說他都查到威京內部 有這個論功行長的這個仗冊 那為什麼上面沒有柯文哲的名字 不是嗎 他說論功行長都要花這些錢 為什麼上面沒有 為什麼都是他們威京自己人的名字 這會不會只是威京 他們自己內部的一個獎勵 我覺得看起來比較像獎金的分配 是 比較像他們內部獎金的分配 這看起來 這到底是不是金華城這件事還有問題 因為如果真的是的話 如果檢方認為是 那請問一下檢方怎麼沒有約台黃大洲 你連把他列為被告也都沒有 完全碰都沒碰他 那你要告訴我說這個是金華城 因為金華城這個案子給黃大洲的 這樣到現在不處理不是很怪嗎 然後你說黃大洲從2015年到現在 你要知道黃大洲他為什麼當初有被約台 因為他也是都委會委員 那他在這案子假設牽涉這麼久這麼深 那為什麼到現在你們不去問他 這不是也很奇怪嗎 那黃珊珊很多人都認為說 他來了之後阿伯就開始轉變了 那他介入這個案子一直很深 可是請大家去注意看 黃珊珊從來沒有蓋章簽名 所以 但是便當會都在 對 他有吃便當 有吃便當不犯法 他說我是國會 我是聯絡人 所以我在 但是這些不是我的專業 你再問他就告訴你我來蹭便當 不行 因為捉賊捉張 你這個東西你要叫黃珊珊 你想想看檢方為什麼到現在沒動黃珊珊 就是因為沒有直接關聯證據 或是證詞牽涉到他 所以我覺得這個就是關鍵所在 接下來就看北檢能不能找出 當然周刊還有很多的爆料 看起來每個標題都很驚悚 但細看又覺得 周刊你到底在搞什麼 先來看這一篇 他說柯文哲有一張的親筆的指示 這個指示顯露出 阿伯的角色確實是有收錢 這我要問龍介兄 阿伯寫什麼 他寫給當時的產業局長說 怎麼做都行 快就好 阿伯知道 阿伯有介入 阿伯說快 快一點就好 但阿伯是說快什麼 有人說快一點讓他過 但有人因為他接下來又講 公文往返不如大家當面確認 所以有人在講說 阿伯會不會講說快一點 開始要見面還是要怎麼樣 還是要打Email 還是要怎麼確認快一點 阿伯這一句話 現在被周刊咬住說 怎麼做都行 快就好 就證明阿伯有犯法 阿伯知道 而且阿伯還這個有明知違法 還非常質疑的這樣做 但有人講說 你們上禮拜也是周刊爆料 說他有個關鍵的變遷 阿伯寫什麼 說原則很簡單 公務員不坐牢 所以阿伯到底是要坐牢要快 還是不要讓公務員坐牢 周刊要不要你們不同的爆料 先兜一下 然後自由時報加碼 加碼說因為有公務員很害怕 所以就把這個越快越好 這麼驚悚的一個親筆的批示 把它影印起來 但我真的佐思又想 怎麼做都行 越快越好 為什麼就可以陷他於 司法的這個狀況裡面 然後現在還有另外一個 金華城今年初 他們寫到說今年一月的時候 金華城案監察院 有特別提出糾正 後來在今年的五月的時候 柯文哲傳簡訊給這個 前副市長彭震生 重新看一下這個案子 彭震生說有收到了 我也全部都聽過一遍 那這個都委會的主席 這個都委會的主席 都有一一徵詢每個委員的意見 那都發局跟申請單位 也都有詳細的答覆 內容好像是比 周正文的內容更加的真實 那柯文哲後來就回答 既然是共識決 那就這樣解釋就好了 現在好笑的是周刊報導說 這樣的對話的記錄 就被人家認為他們在串政 但五月的時候都還沒爭辦 何來的串政呢 他是說甩鍋給都委會 但問題是因為你糾正了 要知道狀況 柯文哲說那到底是怎麼回事 你要不要再重新看一下 他說都有問 他說共識決的話 那就共識決 我看不出這到底所謂串政 或者是甩鍋的問題是什麼 然後最後一篇更妙 這一篇也是鏡周刊的 他說柯文哲隨身碟的 筆記格式被破了 審慶金公辭 戳破了1500不是時間 然後我就說他審慶金有公辭 直接告訴大家1500是什麼 我也很震驚 結果他整篇寫老半天都沒有 他只有說審慶金你現在 可能是重罪 很重 只要你供出實情 你很可能會被減輕 鼓勵他轉為污點陣人 到時候柯文哲很難逃重罪 講編謀就沒有了 周刊怎麼會一連串這種標題 請教林舊兄 審慶金你現在是重罪 所以你講出來 你可能就可以侵判或是無罪 可能重罪 那可能無罪 也可能無罪 對啊 審慶金也算老江湖 我為什麼要供出來 如果沒有 你們現在是假設有 好 共識決很簡單 所謂共識決 共識決的話就是說委員 有哪幾個委員 你有註記說我不同意 然後因為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委員彭正森在主持的時候 有誰是反對 然後 我跟你講 要說這個 一般榮基這種主持 如果不是副市長 一般像台南我們頂多 都是局長就主持的 局長他就是說一般40% 幾乎台南市的 都委會的委員來參加的 大概就是通力都是給30% 保留10%是什麼 很特殊的 特殊就是說 這時候主持人就會引導 說各位委員 因為這個案子 因為他有附和綠建築 然後他又城市友善 然後怎麼樣 這個案子如果說建商 他等於要多負擔很多成本 這些成本 這個容積移轉 這次我們給40% 各位有沒有意見 通常當主持人 把前提講出來以後 其他委員就不會 沒有意見 我們這個案就原則40%通過 就特例通案大概委員都是30% 現在有一個案是拿40%的時候 大概會是這樣運作 所以這個叫共識決 委員一般也不會為這10%出來講 除非我跟建商這一家對上或怎麼樣 或者說他真的是很多自愛難行 以台北這個例子 幾乎我們後續有媒體 披露說某幾個委員認為不可以 或怎麼樣 所以這個共識決是在換了 把委員換了以後的共識決嗎 那這個主持會議的副市長 你就能夠把他連到柯P的身上嗎 除非今天彭震聲講 就是他交辦的 要我這樣去運作的 這第一個 第二個柯P 你說1500就能證明柯P有介入嗎 那你們剛剛講到了黃珊珊 基本上兩個副市長不會同樣分管 一個業務單位 所以這個就是彭震聲分管的 那就不會是黃珊珊分管 那不是你分管 你怎麼可能去介入人家的業務 再來柯P如果說 你現在你要去證明柯P有罪 或是柯P有拿錢才會貪污 那你現在是辦的是土利 看起來地院 北院是認為 這個土利的部分比較可能 好 那如果沒有錢 那你土利最後還不一定有罪 有金流你不用再說了 好 所以柯P 阿伯出庭 假如我今天我認為我沒有 我是阿伯的話 我的策略就很簡單 你北院就是跟我惡搞 北檢就是惡搞 而且你還配合媒體 我跟你講當司法成為一個執政當局的打手的時候 然後再加上媒體配合一條龍 不要說阿伯 就是你笑臉書十八重人出來都載不掉 你不可能 他現在就是抹殺你的人格 再來未審先判 他是要毀滅柯P的政治能量 這是媒體操作大概是在這一塊 要毀滅他的政治能量 所以我希望民眾黨或是阿伯的律師 你應該重新擬定策略 假如是要羅織你的罪名 包括你借題出來 或是他去救訓 我就行使監問 我通通不配合你 你去查 你就是去查 我沒有就沒有 你去查什麼錢你就去查 這樣的話 我最多你就要有心理準備 我準備押四個月 四個月以後我到法院 就跟法官把他提出來的證據 我一一駁斥 我要拼清白就是要這樣 你要拼無罪就是這樣 所以解放就開始會有壓力 我要再問一下賓哥 還有一件事情 因為前面周刊的立場非常的鮮明 包括標題殺人 那種感覺都很強烈 那這一篇我就不知道 到底要不要相信他 因為周刊還有另外一篇 他說連帶木可 他們都查出來了 李文娟 柯文哲之間有傳訊息 柯文哲有Nine這個李文娟說 有一個知名媒體大亨 一百萬你處理如何 有一個知名的食品廠負責人 五十萬你有匯到新故鄉 就他們基金會的帳戶 哪一些可以從木口公司支出 要求他兩個月之內 關於眾望 木可 新故鄉 有多少錢可以用 那這一些我再找你去討論 所以一時是說你講木可的帳你不清楚 都不知道四百五十萬怎麼進到我私人的帳 我都不知道 這個他們覺得說不知道金流 不知道這個沒有人會接受 問題是你前面講成那樣子 我對這一篇講得很具體 我反而覺得我先打個問號 因為前面你的立場太鮮明了 那這幾天也出現很多吊詭的情況 有這個王浩宇 他去漏搜柯文哲的兒子 說他在柯文哲被羈押的那一天 他吃了上萬日幣的牛排 他說你不像窮學生 而且你爸爸受難了 你怎麼還吃得這麼好 那當然沒有想到 我覺得王浩宇爆這種料 去漏搜人家我不意外 那他兒子要吃什麼東西 我也覺得那是他的事 但我很意外的是幫他講話 叫王浩宇不要這樣子獵巫 居然是民進黨的立委許智杰 包括其他民進黨立委都出來講說 那人家兒子要做什麼事情 是他的事情 平常民進黨立委這麼嗜邪 這個事情他們反而 幫柯文哲的兒子來講話 那另外一個 再去還原柯文哲當天被搜查的時候 到底有沒有故意大病洗澡一小時 後來他們的周宇修說 細推那個時間 6點41分 這個陳醫師 這個老婆打電話來 他沒有接到6點47分 又打電話說 連政署請他回去開門 7點15分 主席 柯文哲就已經打電話說 連政署的人在家裡面 所以算算不是大便洗澡一小時 是大便洗澡半小時 我不知道這個差別是什麼 那另外一個陳志涵 陳志涵他現在就批另外一個戰局 他昨天突然去戰 新竹的馬街兒童醫院 說他的容積率從250% 突然提高暴增到45% 然後還說林志堅 成績在餐會裡面掛保證 說絕對可以把它提上去 然後還包括他們有爆料 說當時的這個 內政部的次長花敬群 也曾經講說 你們這樣的做法 其實在我們來講都等於是圖利 而且這一段還有這個錄音 林志堅昨天踩到他的痛處 他立刻跳出來亂講 誣告 我們法院都已經裁定了 但他講的法院不是刑事的法院 是行政的法院 就去判斷他有沒有行政上的問題 當時判決出來說 他們覺得是合法 林志堅說你陳志涵你亂講 我要告你 但陳志涵今天開機來說不要急 我要講的重點是 金華城也是符合程序 一切合規 而且為什麼司法 沒有去查新竹的案子 那是行政法院 但是司法實際上沒有去查 那有沒有雙標 請教兵哥 其實現在故意媒體透露出 木可相關這些金流的問題 當然就是要去佐證說 他既然對木可 他先前也是宣稱 他完全不知道木可的東西 結果木可的金流他知之盛祥 那他對金華城金流 應該也是知之盛祥 他希望讀者去推論這樣的東西 就阿伯都在說謊 是 那阿伯有沒有說謊 抱歉 我認為阿伯一定有說謊 只是說謊的程度而已 但是請大家注意 這根本是兩件不同的案子 因為這個東西 他就算在木可這邊知道金流 也並不代表他一定知道 金華城的金流好嗎 這是兩回事 所以我覺得用這種 粗糙的方式去推論 更何況這只是媒體講的 檢方有證實過 也沒有 所以到底是怎麼樣 目前存疑 只是我覺得這就是一個標準的人格毀滅戰 那至於說 王浩宇也是人格毀滅戰的一環 他就是想說故意說 你看你爸都落難了 你還在吃很貴的牛排 問題是他故意用日幣 實際上這是 你換人台幣2000多塊 2000多塊在美國吃個2000多塊牛排很貴嗎 而且搞不好就約好了嘛 對啊 這還好吧 那請問一下你乾爹 在裡頭蹲了兩個月 王浩宇你吃什麼 你吃超過2000塊 你給我試試看 他臉書有沒有打卡 對啊 所以真的不要再鬼扯好不好 我跟你講民進黨不上車是對的 你看今天所有人都不停 所以王浩宇你自己知道 連民進黨都不支持你就曉得了 周宇修他們還糾纏在大便一個小時 真的很無聊 這東西沒什麼好扯的啦 重點根本不在這裡啦 拜託去講點有意義的事吧 最後陳志翰想要拿新竹兒童醫院 這個東西來做對比攻擊 沒有用 那是兒童醫院 那是金華城 公益跟商用 還有一個是BOT 而且行政法院不管怎麼樣 人家判決是OK的 而且你們家的邱承遠 還去主持 還說他服務好 對 說他服務很好 所以你打這個幹嘛 你有沒有注意到一件事情 萬一真的被你打中了 這整個過程是違法 你知道會發生什麼事嗎 兒童醫院要拆 我很冥怨 對啊 所以你不要去亂打一通好不好 真的拜託 真的急了也不要再狗急跳槍 大家好 我是謝阿周 拜託請大家拿出手機 打開YouTube 搜尋國民大會 按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 檢查一下喔 因為聽說有些人 按這個訂閱之後 之後還會跑掉 你檢查一下 看訂閱還在不在 如果你已經訂閱沒有關係 你周邊的親朋好友 幫我們拉拉票 請他們也訂閱 而且要幫我們多多分享 謝謝 謝謝 拜託 拜託